一,是小沈阳和海青演的一部剧,最多的还是那种美食的镜头,因为广告太多,被停播了。 五部最烂的电视剧,二,郑爽跟马天宇演的这部剧,当时还没播出的时候,很多人就想看,可是这部美人私放菜,因为被吐槽太了,收视率低也是被夭杂下架,很多人粉丝都觉得很可惜。 五部最烂的电视剧,三,张汉和江凯同演的《等待绽放》,当时很多人都奔着张汉去的,可是这部剧播出了一个星期就被停播,很多人都吐槽,五部最烂的电视剧,四,钟哈良跟张萌的《天龙八部》,也是《中途》被停播了,这里面的段玉是韩国明星饰演的,五部最烂的电视剧,五,青春期撞上更年期,马依利跟都城主演的, 能勉强打发时间,但是这部剧却只播出了八天就下降了,全看过的人心疼你三秒。